有TPT是吗 对 大学期间我是我们系 唯一的一名女班长 而且一干就干了四年 这个呢 是我在德州读演的时候 参与的这个工程 这个是德州 一个学术会议的一个照片 我做了一个演讲报告 这个就是我之前获得的 那个优秀学生工作者的 这个称号是 近十年来唯一获得这个 称号的一个国际留学生 你这上面写的都是一些岗位 一些这个行业 新能源和电子通信相关 你的求职意向岗位是什么 第一意向 岗位可以做偏技术 偏技术类 对 然后因为我不太想浪费 我这么多年学的东西 您所理解的偏技术 你能做什么呢 基础的研发 研发 基础研发你能做吗 我没有做过 不是 研发也太广泛了 研发哪方面的研发 就是 为什么说不出来呢 你看 其实老板们刚才 为你争吵的这个问题 真的存在 如果你在你的专业当中 继续读下去的话 你完全可以在美国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是你今天回国 可能你的这个专业 想要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 至少在今天这个机会当中 是很难的 谢宇丹是一个 应可为家庭吸收事业的一个 回归家庭这件事情想好了 那么找什么样的工作 展现自己的价值 这个他根本没想好 我特别支持他回去 好好地把学业完成 因为他过去那么多年的经历 你看他两个国家的留学经历 用了这么长时间 一夜之间放弃掉 这个赌注太大了 来 问一下你站舞 你在看到他这些辉煌的历史的时候 在想到他到目前这个舞台上来 回国 为了一份爱情 甚至说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岗位的时候 你做何感想 从那个为我的爱人的事业来讲 我其实挺希望各个老板能把他说服回美国的 说服什么 把他说服回去继续夺活 因为夺到这个份 都灭灯是吧 是这意思吗 说服 但是对他的能力要有肯定 全灭了灯 然后他会觉得很难过 你们要肯定 但要灭灯 但我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而且他是想跟你过一辈子 只有是愿意问你过一辈子的人 才告诉你 你下一步应该完成什么 然后对我们将来是更好 我真的为这个男人点个赞 好 该理解的也理解了 这小伙子也说实话了 你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灭灯了吗 来吧 还要问吗 还有话题要问吗 不问了 不问了 第二轮选择去婚 真留灯啊 他老公对我们的要求 好 我们老公对我们的要求是把灯灭了 我想要是我们支持他 但是又把他劝回去 我一句话没说 这么坚挺地响应了 你傻呗 你从来没这么说话过 这姑娘不错 你们这不是我被吼 好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想法 从思敏开始 因为我们今年的 启动一个新的项目是 国际丽人会全球选秀大会 我这边非常需要一些 有海外背景 懂英文 懂这个日文 懂一些语言的 这样的主席的秘书 罗敏 去分期愿意给你一个管理培训生 这样一个职位 我是比较支持你的 我是觉得人生除了事业 其实我觉得爱情是比事业更重要的 但爱情是不可以分期的 此处应有掌声啊 敏锋 开不知一位 宇丹流的职位是 高级管理培训生 好 陈昊 那我们也投资这个线上的教育 叫苗提 那暂定就是苗提的这个 CEO的助理 谢谢 张盈 技术部的助理 休斯顿 由我们自己的这个 小的研发团队 和国内团队一起工作 谢谢 乖哲 我们有海外旅行 海外医疗 海外婚礼的业务 需要英文好的人 然后也需要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 来做商务的工作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都说爱情万岁啊 但爱情往往不能长命 这十几年的爱情 也变成了匆匆那年了啊 所以说每个人不光有爱情 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 和自己喜欢的事物 那是一种支撑 接下来在六盏灯当中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儿 可以吗 好 开始 非常感谢你 周总 非常喜欢你 觉得特别漂亮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全灭了 谢谢 他不会自己全灭掉了 谢谢 谢谢你 有请张盈 陈昊 谈钱不上感情 恭喜陈昊又做推炼 这次我肯定不是备胎 你又做备胎了啊 你老公一直输出可怜的看着你 来 在屏幕下写下你们的薪酬 试用期一万加 这边是八千 我能跟你这么分析一下 你的骨子力还是比较 他是稳定的一个人 是吧 这里头有一个企业的呢 他经营的时间很长 基础业务呢 积累也不错 给的薪水呢也还可以 如果说另外一个 创业型的企业工资 能够再给高一点的话 冒这个风险咱也值 但目前这个情况来 他没有竞争力 这个可以重新加 那个爱情万岁 如果 如果真的留在北京的话 我们还有子女教育呢 你加啊我也加 真是 我觉得 这语丹如果说 他完成了硕士学位 然后他在美国能拿到offer的话 至少是年薪六万美金 这是正式还是试用啊 你们直接给正式吧 要提就提零薪嘛 是正式试用的呀 我们公司这 再谈试用就low了 这是正式的是吧 我这还是试用的 跟他一样 他两千美金嘛 也一万二嘛 哥我十四个月 我也十四个月 谁没有啊 我们教育公司 我以前读过十三个月 我这新创的 我给十四个月怎么了 这样的offer 在我看非常的扯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社会 对于职场上的正常判断 对于他这样一个 学基础电器工程的女生 这样的价钱在北京 其实可以找到相当好的 互联网人才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 明明这个人 这个选手是要回美国读书 两个老板在疯狂地加薪水 是不是以为不可以签 不用签合同啊 而且整个过程中 如果我冷静地说一句话 其实李丹的职场 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们判断是拿预期做的判断是吗 因为你那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对吧 读着一个那么牛的专业 按理说 我讲良心话 以我们这种企业 这种背景的企业 在互联网人才里 在TMT领域里去抢人才 我们成功了有多少 段东知道 对吧 我不用薪酬去抢 我还用什么去抢 我理解你 我还下跪啊 但是我就问你 你招待做你的这个事业的技术 做哪块 你他能做什么 就他的 他拿到这份薪资和他匹配的工作 是多少 不是 我觉得这个刘家勇 这个提的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 对 那个陈昊和那个张总 对 他们给的这个薪资 以他的大学历背景来说 其实并不高的 不 如果是在他本部 首先咱俩 张盈 而且如果他在前后 我们把他妈那人搁一边 咱俩先说 咱俩首先觉得 是不是爱情万岁 是 如果他愿意回美国 我们支不支持 你回美国 我那边还有一个小组 等着你呢 对吧 你好好的 是不是咱也支持 是不是 支持 他要留下来 我们也给钱 对不对 对 这不就完了吗 来 给你罢 就是 谢雨丹的整个过程当中 完全变成了一个 因为爱情和匆匆那年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场面试 在我看来是完全失败的 但是他最后因为爱情 因为对人生的一个正能量 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幸运 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的理由 他们已经开出来了 你可以接受 你也可以不接受 没有问题要问了吧 没有了 好 接下来好好考虑 15秒钟 所以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或者是爱先锋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优胜教育 可能他们还是出于一种 对我的爱护 但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每个人的生活追求不一样 如果我为了这个学历 而要牺牲掉我和我老公 现在就是最好的 在一起的时光的话 我还是愿意放弃他的 小伙子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他留下来了 没说服成 在谈的感受 我回去接着 他已经有工作了 你还说服他干嘛 而且薪水也还不错嘛 选择权在他 最后还是 你果然是一个脑神机 一个的医生 对对对 小伙子 小伙子 你是高兴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今晚睡着都要笑 说实话 以他今天表现 拿六七千块钱是正常的